教育部无法接受台大林委会此次的临选结果 并驳回台大林委会的决定 教育部卡管近四个月 结果终于排版定案 不回管中敏台大校长聘任案 林委会委员及被推荐人 有经济法律重大利益 未回避的司法疑虑 台大意味善尽幕僚单位应有之责任 这部考量管中敏除任职台阁大独董身份 还兼任薪资报酬委员及审计委员 可以审核林选委员之一 台阁大副董事长蔡明星薪资 林选过程中没有利益回避 当选资格备受之一 但台大林选会发出声明 认为都有遵守原则规范 对于教部指控的重大行政瑕疵 完全无法接受 更痛批政治力介入拖延新校长上任 记录都会在高教史上永远留存 就像看到五项兴奋拿着一幅要求签名 会议前管中民才献神校园 心动支持台大自主联盟摆摊卖的特质上衣 罕见露面一待救世一小时 我就是一种台大的羞耻吧 就是一个全台的一个台湾首府的一个教育单位 然后竟然可以被政府的公权力践踏至此 超过百日确定拔管虽然管中民人具领选资格 但台大校长领选案又得再等一年 正式宣布 从头再来 这边新闻综合报道